《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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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咖啡就是一个什么样子 你又要不知道什么味道是好的 你做咖啡就是一个盲目的在做咖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塞的和花纳玛的豆子 就是基本上偏向于苹果酸 目前我们现在有六家店 五家店在经营 一家店在开心 风味啊 味道它会吸收到自己的 你们想到它 可以啊 有一点 这种创业的 大家都是自有职业吧 创业的比较多 然后是学生比较多 北京 上海 广州 在历史深圳这一块来的客人 年轻人比较多 我们上海有一个专门 纸巾安赛的一个豆子商家 每年年初 就是有新浅记的时候 新豆子出的各方发酵品 昨天才到的新豆子 跟安赛也不要的 安赛豆子它是个水果风味和花香类的 它这个豆子的品质 现在它方面要高一些 看 生豆就像这样子 我主要是几年一直做安赛的 它的风味不会那么苦 好多人觉得咖啡苦 这个苦来自于它的 咖啡因含量的高低和它的烘焙度 一个豆子在每一个烘焙度 产生的这个表现的味道 烘焙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和它特性 来表达它最好的这个风味 它现在已经是透水时间 已经到了黄点 看了别人的这个咖啡馆的时候 因为新疆乡的新疆怎么会没有这个氛围呢 我一定要在新疆做一个那种 学习啊什么氛围的那种咖啡馆 到现在我做到了 马上就十年了 其实我想干一辈子这一做 自己再给自己加油了 就是一辈子把这个事干下去 咖啡馆 第二个季度 都哪个人 自己